你覺得我和大王搭不搭? 搭得是衣服和胎 是不是?差不多粉紅色 大明星也搭在一起 薛家燕出席廚的活動 還是由大王安德尊主持 一開場氣氛就超級好 這天還有遠自澳洲而來的粉絲 特地來支持家燕姐 令她心花露放 很感謝所有粉絲來 我有個粉絲是很多年 已經是幾十年了 她在澳洲特地回來 今天來這裡見我 我是很感動 我很感謝她 因為我認識她的時候 大家都是很年輕的 她特地回來 我一會兒也要派一份禮物 多謝她 家燕姐榮不言憂 接著她就要四圍非工作 然家燕姐口齒伶俐 記性超好 說出連串的工作行程 想不到她已經年計74 我要去珠海 中山 佛山 接著就去溫哥華 溫哥華就去拍電視劇集 然後就飛去馬來西亞 因為去年我在馬來西亞 就有新年歌 總共有兩首歌 一首歌是好運一條龍 另一首歌是好運一條龍 另一首歌是有有有 有有有跟Sheila唱的 好運一條龍跟3P一起唱 是金爺爺公司的製作 但是那首歌竟然在星馬的典擊率 是超過一千萬個典擊率 一千萬個 他們說今年要再接再來了 他們說去年好像有百多二百首新年歌 但是我們那首歌就出來了 那說金爺 見到你很開心 很旺 你今年一定要過來拍 所以我就準備耍魚過去 就拍這首新年的歌 她為寶貝孫仔都蠢蠢欲動 說要陪媽媽登台 問我就是媽媽你何時帶我去登台 然後上個月上去中山 跟我跳十字步 她又真是跳 她很享受 嘩 真是可能有我的基因 一定有 那我說得的 媽媽呢 安排看新年呢 我會帶你去登台 那我打算呢 我錄了一首新年歌 讓她先唱好